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4月4日,礼拜四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根据网络流传的影片和讯息显示 大陆央企中建五局因为欠伸 而引发到非洲国家基内亚的建筑工人抗议 有工人拿着AK47去追量 资方随即是清还了拖欠的人工 第二单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指出 大陆快时尚集团Shane、欺欣 为了促成在纽约上市 在去年的9个月里 花了接近200万美元 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说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网上流传的那段非洲影片是怎样的 那段影片的长度大概只有26秒而已 这段影片据说 在今年3月22日所拍摄的 内容就是说 中建五局 基内亚 马西铁路 九标段项目报 拖欠工资 引发出一些非洲工人 是罢工抗议的 从这条片中可见 在一个工地上边 有一帮非洲工人 在示威、妖让 以及跟一些唐人 貌似在管理层来理论 现场也是相当吵吵的 因为大家在争吵 那些话我就不懂得听了 而在现场那帮工友 他们身穿着一件橙色的反光衣 而在反光衣上 印有中建五局的字样 而且不止一个工人是穿着的 有几个也是穿着的 至少可以证实这条片 肯定在中建五局 属下的地盘拍摄的 不然怎样会有这件衣服 可以穿着呢? 至于在片的尾段 可以看到在一架货车上边 挂着一幅白色的环颜 写着标语 用简看中文字写的 我相信是非洲工人写的 因为写的字体不是很工整 看上去就像是汉字的初学者所写的 至于这条标语是写着什么呢? 写了七个字 农民工要血汗钱 我估计是非洲工友 在网络上找了一些大陆人 维权、土生的那些影片 他可能看到这几个字 常常出现,频频的 于是他就拿来用了 怕他也未必理解这几个字 是为什么的 但是他先照用 因为他要示威嘛 所以我相信是公友写的 这几个字 所以他不理解农民工是什么意思 甚至乎血汗钱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总之看到这几个字频繁出现 他照用 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呢? 网易的一篇文章 是有一张截图的 这张截图是一个大陆社交平台 认证了的网民 有个V字的 也就是俗称的大V网红 他的网名叫做老马息怒 就是国家机械制造工程师 和国家高级证公司 故此他说的有一定份量 因为大陆凡亲通过平台认证 就是他查过那些证件 或者查过相关的证明 是才会给他认证的 这件事就爆料了 拖欠工资 被枪指头 这下遇到对手了吧? 总有些人不会什么都遷就你的 中建五局拖欠非洲的工人工资 当地的工人马上用枪 顶住了这帮人的头 这帮人什么都不敢说 乖乖地把拖欠工资给人家了 在当地人的认知当中 拖欠工资一定不行了 我的事做不好 你就可以扣我的工钱 但是我的事做好了 就一定要如数如期发工资 非洲工人为他们上了一堂黑骨铭心的火 让他们明白到应该明白的道理 就是以后去哪里施工也好 不应该是拖欠工资的 以上就是网络知情人士所说的 到底在网络上流传的那段影片 是不是真的在今年3月2日拍的呢? 而那个项目又是不是真的基内亚的 马西铁路9标段项目呢? 目前我认为 未有方法可以核杀得到 但是怪在一件事就是 在大陆的媒体完全没有报道这件事 也没有说是一个公开的辟谣 没有说有一份官方的文件 走出来说这件事是流的 那是怎样呢? 当然香港的媒体更加不会说 但是这条影片在网上传得很厉害 尤其是在Twitter上 所以我认为是有价值拿出来讨论的 最起码要让大家知道 网上哪有人传这段影片 而这段影片其实也表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就是有一班在非洲工地里的工人 集体维权、土申、追粮 这个很清晰的了 连标语都写出来了 要还血汗钱 从这个事件就可以反映出 不过其实大陆有些企业 走到外面搞那些不知什么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 你说它有没有钱发到过去 那我就认为一定是有的 尤其是现在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那个工人拿着一支枪过去的时候 他马上妥协立即脚远 把拖欠了的工资是余数给的工人 就是那块钱本来就已经在了 只不过有得拖就一直拖 或者甚至乎是黑扣 总之人家就很欺负 谁知道人家拿着枪的时候 杀到上门 他就迫着要给人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 大概都可以判断到 很大机会就是那帮管理层的不对 又不是没有钱给到他 其实想借头借路 把工人的工资落格 如果那帮人不出声就软弱了 那就没有了 只不过他就懂得拿AK47 就成功拿回了 不然他还不自己带卖 面对着整个追讨过程 是使用了这么粗暴的手段 竟然间大陆的媒体 或者是小粉红 没有人走出来批评 甚至乎谴责 就说这帮工人是恶意讨身的 没有人敢这么说 似乎就不想让人知道 有这样的事发生多些 是不是怕这些事情 一旦扬开了的时候 大陆那些维权人士 讨身人士 是会有他样学样的 虽然大陆拿到枪械也很困难 但是他可以用其他东西 用一些脅迫性的手段 就怕他们学习这些东西 而特区有帮人 就说人家是黑暴的时候 那这些就算是什么呢 喂大佬 这些就是用枪 当然我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掃猪暴力 千万不要学习这些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一宗消息 大陆的快时尚零售商 Shin 即是中文名叫欺音 他们把总部迁连到新加坡 但大家都知道这一宗 背后就是大陆的资金和手影 等于TikTok一样 他也说总部在新加坡 但背后其实就是字节跳动 这一家欺音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所说 就说在去年的九个月里 用了接近两百万美金 在美国搞游税的工作 游税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想去美国上市 报道就提到了 欺音在2022年的淨利润 有7亿美元 2021年有11亿美元 这档已经在赚钱了 有些人都不知道 以为他们一直在外面大撒币 一直在外面卖广告 以为他们是以本商人 他们是以本商人了 因为用了万国油政联盟的漏洞 因为他们作为发展中国家 寄东西到外面的时候 又可以便宜一些 然后又博猛 报关税的时候又报少一些 这就搞到很多漏网之余 变成了他们是不是在亏钱 就是绝对不是的 而且是赚大钱的 已经在赚钱了 不是说是烧银子的 反而他的竞争对手 就真的被他打到残了 被他追击了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包括瑞典的H&M 和西班牙的SERA H&M去年的利润是8.2亿美元 SERA是58亿美元 因为高档次一点 卖东西又贵一点 但实际上我认为 是见仁见智的 值不值这个价钱 因为SERA的款式 你可以找到其他便宜的替代品 纵然不是大陆制造也好 是找到的 但怎样也好 这档的欺音是有钱赚的 而且这档的欺音是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等同于淘宝一样 淘宝出了名字就是山寨货 很多东西在上面有冒牌 或者将别人的品牌的名字 左改右改 搞得好像很类似 而且他们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 虽然在这儿 别人的设计 他就立刻拿去用 你出去不穿就不穿 他改了一点 可能在顿色那里改了一点 或者设计那里改了一点 那你怎么办呢? 当然啦 那些质素肯定是不穿的 正所谓是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也有一句话 百货应百客 有些人不舍得出起这么多的钱的时候 看到在这个平台上 你用十分,甚至乎更便宜的价钱 可以买一件差不多的 那他就要去买 所以其实会对于那些欧美服装的企业 是有冲击在这里的 这次欧音就想前往海外做IPO 即是上市 有些报道就说他想去伦敦 那我就认为一定不是 他首选一定是选去美国 因为伦敦的市场 他很不会弱的 如果这档事为他要捞钱 一定是去美国最快 那大陆的态度就被视为是一个风向指标 尤其是说 之前的科技行业 曾经被强力的监管 故此大陆当局最后的决定 也可以测试到 究竟现在大陆是否准许一些中国企业 前往美国上市呢? 两个熟知欧音申请前往海外IPO进度的 消息来源就爆料了 预计几个礼拜之内 大陆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即是网信办 就会临头的了 那儘管如此 欧音仍然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况且美方是否愿意批核呢? 才是更加重要的关键 即是说大陆 就算现在肯临头给那些企业去美国也好 上市 人家都未必制的 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有风险在这里了 比如说 美国联邦参议员Marco Rubio 呼吁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要阻止这家熟音在纽约公开上市 Marco Rubio 写给美国证交会主席的那封信就提到 最近这家熟音就向大陆监管机构 批准他们在纽约做IPO 他对于这个做法是表示担忧的 因为熟音就是听从中国监管机构的命令 不得不令人怀疑 他们的IPO文件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是怎样 而这些监管机构的命令 就增加了中国公司 欺骗美国当局和投资者的风险 Rubio 又在信里提到 欺骗将自身描述为一家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全球公司 但事实上 欺骗是在中国成立的 并且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工厂网络 Rubio 也对中国证券监管理委员会的新规定 是表示担忧的 这些新规定就让大陆能够审查 可能危及到他们国家政权利益的中国公司 在境外的上市和发行 新规定还禁止那些 寻求海外首次IPO的公司 披露中国的经济商业环境 以及中国政策的缺点和问题等等 很多事情是要避而不谈的 究竟能不能使得美国的投资者 完全知道那些风险呢? 肯定不行 因为有很多事情不准他说 要收买,要盖牌 而据彭博社的报导所说 欺骗是涉嫌使用来自新疆地区 强迫劳动的棉花 即是有用新疆棉 在去年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披露了欺验的一些做法 包括指控他们强迫劳动 侵犯知识产权 以及利用贸易的漏洞等等 侵犯知识产权和利用贸易漏洞 就照买 他甚至说要把你的东西下架 阿牧也知道大陆那些喜欢山寨货 没有牌货 以前是大陆自己在围内玩 他还要去向外推销 另一个就是贸易漏洞 就是说万国邮政那样东西 以及你避过人家关税 这个绝对是有的了 好了 欺骗成功的关键 就是利用了美国的贸易豁免 就是小额包裹入境的规则 凡在线的零售商 直接向消费者 运送价值800元美金 或者以下的小包裹 就无需支付关税 那就几乎不用了 大陆那些怎么买都买不到这么多 就算他真的买到这么多的时候 他报便宜些 你催他账 你是不是逐个包裹去查呢 所以其实这个就等同于是 中门大开 使得美国变成冒染鸡籠 都没有分别了 你100元美金 围到5000多元人民币 可以买到很多 一个包裹都装不完 好了 这件事除了在美国引起关注以外 在欧洲也是警觉性提高了很多 现在欧洲有一项最新法律 叫做数字服务法案 专管互联网的平台 凡亲每个月活约用户超过4500万人 就为之是超大型的平台 就要受到规管了 大陆那些什么东西 Ali Express TikTok等等 就为之是超大型的平台了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所说 除了在用户的私隐 消费者的保障 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引起了争议之外 中国的电商平台 通过邮寄的方式 进入到欧洲市场 包裹的价值难以估算 存在着税务方面的漏洞 拼多多的海外版 TikMail 上线的时间不长 不过可以看到 他们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都有投放广告的 这个绝对多 Facebook Instagram 最多 你掃的视频 两三条又彈出了TikMail的广告 要么是稀音 现在是这两个不停地 使钱卖广告 很大的市占率 TikMail已经在欧洲多国的 App Store上榜 电商平台 通过布细商品的价值 而海关无法检查所有包裹 而达到涂税的目的 这种现象 已经引发出 欧洲本土电商平台的不满 因为这样做 会加剧不公平的竞争 欧盟监管部门有意取消 一百五十欧元以下 免关税的规定 实际上要做出这个决定 还需要走程序 你越走得慢 它便远远得多 一百五十欧 其实你怎么定 都死定了 你一是 就完全取消免关税规定 它报多少 你就打多少税 不然你都死定了 你撤做一百欧 它报的价值 它便少于一百欧 你撤五十欧 它就直接报少于五十欧 它做得出的 那你可不可以全部包裹 从你查 你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做 这么繁复这些事情 所以 只要一天还有免关税 就是你少额的免关税 它一天都可以用这个漏洞 那些欧洲国家 就啟动了可持续发展 和供应链等方面的立法程序 以确保进入到欧洲市场的产品 是符合环保的标准 而在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 就没有强迫劳动的现象 法国国民议会 已经是投票通过了 世界上第一个 限制快时尚产业发展的法案 就是会使得欺欣受到影响 通过额外征税的方式 削弱欺欣的价格优势 法案还规定了 限制的措施是包括 禁止廉价纺织品的广告 对廉价产品额外征收环保税 其实人家很明显要针对这个欺欣 从明年开始 对于每件快时尚产品 要征收5欧元的环保税 到2030年 每件就征收10欧 最高可以征收到 那件产品售价的一半 这个快时尚行业 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约一成 欺欣每天在平台上 发布几千种新产品 更新的速度 令到其他所有平台都望尘莫及 不少新产品 未曾实际开始生产 就已经在平台上推销 卖出去了 那些供应商在接到订单以后 才开始生产 如果没有人下单的话 就退货 即是他不生产 即是不能卖 所以你不够他厉害的 其他人不会这么做 大佬 变成卖期货 但是买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的货出了没有 总之够多人买 他就生产 没有人买 就收工 这些快时尚 我真的觉得不可取 虽然我穿这件 都叫快时尚 这些叫unicle 但是这些我起码觉得 耐着一点 起码收起来十次八次 虽然炒炒地 或者怎样都会卖的了 但是那些质素 怎样都比去买H&M 或者买Primark 那些直接花两三铺 你就差不多了 即是他不预计你穿很久 虽然他的价钱也特别便宜 但是这个世界也是那句 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很多人买的时候 他就不管了 没所谓 两三银钱 穿几次就已经觉得抵护了 所以真的很不环保 这些叫快时尚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